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这里是鬼岛之音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别叫我大使夫人 我是执行制作Tim 天啊 我的声音怎么会变成这样 是广播人的声音吗 没错 这就是我们的新玩具 节目开始前 先由我来为各位听众朋友 开箱这个有铁三角赞助的 指向性麦克风 AT2040 这是铁三角在2021年 推出的产品 今天热腾腾的刚拿到 我就等不及先用新玩具了 外观上无可挑剔 就是很美 凯西说可以到我们的IG看照片 另外我们也来感受一下 它的指向性 我现在如果讲话 稍微偏离一点点 你就会发现收音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了 感觉上我好像离开 麦克风一段距离 但其实没有 我只是离开一个嘴巴的距离 总之还蛮适合小型录音室 如果有两只以上的麦克风 不需要架得太远 因为彼此也不太会影响到 或是环境稍微吵杂一点 比如有冷气那类的 这只麦克风就很适合 因为环境的杂音 不太会影响到 你本身的录音品质 所以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你也知道 录Podcast已经很辛苦了 如果收音不好 还要后置 那真的会发疯 所以啊 针对自己的录音环境 挑选适合的收音设备 就会帮你省下很多时间 录音的心情也会变得很美丽 基本上是一款适合Podcast的使用 即使是像我这种声音频繁的人 也可以录出广播集的品质 那大家就一起感受一下 铁三角的音质 聆听别教我大使夫人的精彩内容吧 让我们欢迎大使夫人阁下历临 各位贵宾大家好 今天本人非常荣幸 可以在这里 与大家分享我的外交生涯 今天我所要讲的内容是 我要分享的 大使夫人你还好吗 拜托 不要叫我大使夫人好不好 我是Jean 我是鬼岛之音的凯西 Testing 1 2 3 Here I go 因为你们是古典钢琴 你们有一个特别的钢琴 说那个品牌跟那个形式的钢琴 对对对 就是好像有一个 钢琴有好几种 我们听Pauline解释一下 请专家为我们介绍 我自己是本身最喜欢美国 就是纽约做的Standway 因为还有分德国做的 弹起来很不一样 所以你的意思说 同一架钢琴不同国家制 它弹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德国的Standway就弹得非常轻 然后是很亮的一个声音 美国的纽约Standway是比较重 比较温暖 这是跟木头有关系吧 也是 然后好像跟Hammer 钢琴里面有那个结构的弹性 所以有机会可以选Standway的时候 都会这样子选 大部分的音乐厅都会至少有一个Baby Grand 希望是都会有Grand 可是有很多地方是没有到Grand 所以Baby Grand是比较低阶的 那低阶跟高阶有什么不一样 饱和度又不一样 声音都不一样 一来声音会比较小 如果是一个比如说 3000个位置的音乐厅 Baby Grand就不会容易 不适合 对 就不会听得到 可是通常在这些关底 就不见得会到一个 full size的Grand Piano 关底的话就这样子也够了 可是有一次在Essopia 我在给一个大师班的时候 我那时候蛮surprised 因为是第一次我看到说只有电子琴 我就需要赶快想想要怎么让这些学生了解 我想要他们弹出来的声音 虽然是电子琴 可是就是需要改变一些方式 在写一些要求的时候都会说 当然尽量是至少Baby Grand 可是也了解说不是每个地方可以提供这样子的 对 所以就是要尽量adapt 你刚刚说的那个牌子的钢琴 他们是不是有一系列的钢琴家 是他们到哪里那台钢琴就会飞到那边去等他 是有Staring Artists这个roster 不见得是同一台琴会被飞到哪里 因为就是那个钢琴家到哪一个城市的时候 或看那个城市或是最靠近的 对可以送一台过去 像你行程这么满啊 到其他国家不会有水土不服 然后到那边就发现 额状态不是很好 或是你知道 对啊吃的东西什么的不会影响到 会所以都希望说至少可以前一天到 先恢复一下 就我的钢琴老师一直从我很小的时候 他们就告诉我说 我需要永远保持很健康的身体 然后需要吃的健康 睡的够 不见得永远做得到 可是因为你在最健康的情况段 还有可能会有时差 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样保护你的手 比如说你可能不会去 特别去提重的东西是不是 对以前我其他一个钢琴老师 他其实超过一个十寸的蛋糕 他就都不提了 十寸的蛋糕多重啊 超过一个尺寸啊 那你可以拿笔电吗 不好意思这个食物错我没办法 咖啡给我半杯就好 然后这卡车的门 没办法开 冰室的门有点重 对我其实真的是需要蛮小心的 我都尽量不去提重的东西 然后像在握手 当然现在有疫情所以不会去握手 可是就是之前如果说弹完音乐会 在后台要跟很多观众见面 就是一排人要一直握手 一直握手 这样子其实对手是蛮累的 有时候会伤到 如果说一些人的握手太用力的话 所以我都有点担心 那如果你有 那连握手都会注意 对啊 如果你有侄女 就说阿姨阿姨我要抱抱 你也不能抱她欸 阿姨没办法抱你 变冷漠的阿姨 所以你都是用洗碗机 你也不会去洗碗 哦 其实我还是有 可是照说应该是不能 不能 因为真的要保持 那你可以炒饭吗 我其实蛮喜欢炒饭 真的 那你不能这样翻锅欸 对我是不敢 你不能 所以你只能很温柔的就这样小翻 然后我很怕刀子 我非常非常怕刀子 真的假的 对 你之前被刀子伤过是不是 是没有 可是就是永远一看到刀子 我也没办法看别人切 因为就怕他们会切到自己的手 对 是哦 因为那是她的身材工具 对 她前身最重要的部位 就是她的手 那你的手会保险吗 太贵了 如果要买保险 怎么贵法 不是一般的受险 她就是一个专门的 对 所以她怎样贵 不知道是exactly多少 可是听说真的是会 我付不起的那种 付不起的 但是她可能陪你也陪很多 因为你可能一辈子 就是要陪你一辈子的那个 应该请国务院补助一下 真的哦 但剪刀可以吗 剪刀还可以 还行 但你会拿很远这样子 剪东西就这样拿很远 所以不会 就是如果要切水果 都尽量买已经切好的水果 哇 对啊 如果钢琴家生小孩 要怎么抱baby啊 而且我之前看过一个电影很夸张 她就是也是钢琴家 她就说她每天要泡牛奶 你就看到 然后就说 也太夸张了吧 对啊 我试抹一些lotion这样子 说不能让手的皮肤裂开 在台湾是比较不会 可是在美国东岸是很干 所以会容易裂 所以 那你冬天表演的时候 手不会很僵吗 会 他贪心不会很卡吗 会 所以我都会 然后永远戴着几副手套 然后都会有很多小包的那些 暖暖包 对握着 或是有时候会用手帕包起来 然后放在手套里 而且我碰到的钢琴家 女性的钢琴家 很少擦指甲油的 对不能擦指甲油 有时候如果我们在弹一个东西 叫Glissando 如果是这样子滑的时候 会刮到 琴键的表面 对 然后再加上如果说你红色 或是粉红色 观众都看得到 他们就一直盯着你的指甲油 粉红色指甲油 对所以有点distracting 是 然后也不能留指甲 对没错 会影响到你的tone 下去的声音 那观底会帮你找手的按摩室 你手可以按摩吗 不行 不行按摩 我经常去按摩 为了我的脖子跟我的背 因为这里经常会 僵住因为钢琴 可是我的手就不能 不小心扳道啊 或者拉 拉会怎样啊 就是会有太多空气 在你的关节里面 对对对 所以你弹琴就会松松 没有力量吗 有可能 那很会流手汗的人 是不是也不适合弹钢琴啊 也不能这么说 因为其实很多都会流蛮多的汗 有时候是冷汗 那不会滑走 有时候会 有时候会 可是那就是更需要训练 抹那个滑石粉吗 你以为是打麻将哦 还是 打保龄球 打保龄球的时候 对对对 或者是有的人是不是要手帕 一直插还是怎么样 对对我永远会戴一个小的手帕 然后会放在钢琴里 在曲子之间会擦一下 那会不会抹粉 我是不敢量着练 因为我很保护我的钢琴 所以我不敢有粉 我刚刚是开玩笑的 那你有没有什么上台表演前 会准备的一些小东西 让你觉得说会幸运 让这场子表演 Lucky Charm之类的东西 有有好多年 我有一只小熊 我把它取了Mr.Lucky Bear 它是什么样子的熊 可以帮我们形容一下 它大概才差不多5寸高吧 一个手掌 差不多一个手掌 然后它很软 然后是 什么颜色 淡黄色 淡黄色 然后是以前我13岁的时候 在匈牙利 第一次代表美国 在匈牙利表演 然后我妈妈那时候有跟我去 她就有在一个店 有看到这只小熊 然后帮我买了 然后那场我表演的还蛮成功的 所以后来我自从就到处 都带着这只小熊 然后就后来 我大概把它带到太多个地方了 所以后来有一次 在飞机上她的鼻子掉下来了 她已经 她说 travel太多了 所以会用笔画回去 所以她鼻子掉的时候 你没有发现 有 我发现了 那你为什么把缝回去就好了呢 我不会缝 我会怕针啊 哦哦那你可以请别人帮你缝 哦对 她手不能碰到针 对对对 但是她可以请妈妈缝 或者是怎样啊 用画的不是 画的比较快 她鼻子就扁了 夹鼻子 可是就不会再掉了 哦哦OK 所以你到现在出去表演 你都会带着那只熊 后来弄丢了 后来弄丢了 那怎么办 你的新的宠物呢 你有新宠物吗 我觉得我需要再去找一个 一模一样黄色的 那个可能找不到 我可能在台湾再来找一个 这里好多好可爱的 所以有带她 跟没带她有什么差别 有不一样吗 之前还在到处 带着这只的时候 如果有看到 在后台她不在 我的dressing room的时候 是会觉得有点像 哦我没有带了 Mr.Lucky Bear 不知道今天的表演会怎么样 可是其实是都还会OK 就只是心里 因为她是不见很久了吗 对 哦那还好啊 因为你最近都没有她 也OK啊 好吧 我觉得现在戴着官邸 可能会被笑 这个应该不是你的吧 是哪一个小朋友的 你会把它拿出来 放在 你应该是放在包包里面吧 因为她才手长大啊 哦在那个后台 不是有大镜子 跟好多那些小灯 对 我就就把它放在我的 就跟我全部铺 都是stay在dressing room 所以官邸 你没有带去过还是有 没有 没有 哈啊是哦 在官邸是没有 那你要帮她穿那个啊 小的那个西装啊 你的Bear应该要有一个小西装 或是小礼服 对啊 别一个 美国跟那个国家的 别的 对啊对啊 这样很可爱啊 这也是一个话题耶 或者是说 你有什么ritual before you perform 我是一个很仪式感的人 其实没有什么ritual 可是就是在后台的时候 都会非常紧张 所以就会在后台 一直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然后如果有人在后台 跟我讲话的时候 我有可能根本不会 听到 对 哦 对所以我不是不礼貌 我是真的是在 专注 对 所以那段时间会非常专注 嗯 然后就是会一直拉筋 嗯 有时候像一谈就是 75分钟的program 然后中间希望有一个 比如说10分钟的中场 中场你都在干嘛 就在读下一半的曲子的谱 现在的谱不是都是用iPad那种 对现在很流行 它自己会翻谱的 对 可是这个出很多问题 真的啊 嗯 有时候就是会卡住 哦对有时候是没电 没有WiFi的 对也有这个问题 有时候是 嗯 就是technical的问题 有时候会不小心翻了50页 对对对 50页 然后翻了回去 所以就有一点 对啊 就从第一张直接跳到最后一张 就跳完就看完了 没有 对 所以我是比较old school 我是很喜欢手上可以摸到我的谱 哦 所以你还是会用翻的 对 用手翻 在后台在看的时候 然后因为 然后是背的嘛 背的谱 对 所以弹的时候不会有谱吗 不会 是哦 对他们都是背谱 不是有时候你会在弹的过程当中会翻谱吗 跟交响乐团合奏的时候比较多 读奏的时候一般我觉得音乐家都是不看谱的 对读奏的唯一的时候是如果是很新的一首曲子 对 比如说像去年才写的那些道分次会用谱 如果是比如说两个人以上在台上表演 弹钢琴的是一定会用谱 因为会有全部的其他的乐器的谱也在上面 需要翻谱的时候都会有人专门翻谱 可是那些也会发生很多问题 哦 我讲好奇的是说你翻你手会拿起来吗 怎么找那个翻的点啊 有技巧 有技巧 需要选好谱的哪里是要翻谱人翻 然后有几个地方是需要自己翻因为会太快 所以你还有翻谱人有一个人在旁边来帮你翻 有一次最可怕的是我在法国是跟一个quartet 所以是钢琴 哦对对对谢谢 然后我在谈的时候那个翻谱的人他不是很会看谱 所以有一点 忘记翻 翻错 因为他就一直以为说我可以每次都点头 或是说现在 哦他叫你cue他 对 可是我不能每一次都这样子 还说下一页 对对 所以有一次他就说我们现在到哪了 然后他就在我的耳朵这样子 耳边跟你讲 你说站在演奏的时候 所以然后我没办法回答 我只是一只头这样子 哇塞 天呐 然后跟他说赶快翻 赶快翻 希望他懂我的意思 Oh my god 结果他就又翻 然后又翻 因为他就看我的头一只这样子 就后来我又 就往 就左右回来 回来不是意 然后他就不懂了 他就说我不知道你在哪里 他就找一个不会看谱的人来翻谱 那怎么办啊 那怎么办 所以这时候你有记谱是不是 呃是有记 可是那首歌特别多的音 没有地方可以停的 那怎么办 那中间他就这样一直乱翻 你要怎么样 就真的就有一个地方 呃我就是需要自己翻了 就是我弹用一个手弹 然后另外一个手就尽量赶快找在哪里 可是那时候已经会很难找到我们在的地方 所以就有中提琴的那个朋友 他就要赶快跟我讲 现在到第86 86一个 因为他四重奏加上他 这五个人耶 对 四个人啊 对啊 这个翻谱的应该要直接被fire吧 我觉得那是好惊险哦 对啊 好像在做那个roller coaster 真的很可怕 好紧张的 因为他一个人可以影响到整个表演 那你觉得钢琴最难的技巧是什么 哦 我觉得最难的是要达到希望听到跟你要求到的声音 你的手做不做的出来是一个不一样的回事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lifetime都学不完的 只能一直进步然后一直练 因为这个是永远会达不到的 可是我很喜欢Rakman and Af 他讲的两句话我经常都会记住 一个是the horizon is always receding in art 的意思就是你一直进步是有可能 可是你永远不会走到 走到那个地平线 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艺术的美 因为就不会觉得说 哦好我学完了 下一个是什么 所以永远会学不完 然后Rakman and Af讲的另外一句 我很喜欢就是说 music is enough for a lifetime but a lifetime is not enough for music 你有特别还想要跟谁一起表演吗 就你自己心目中有没有想要合作的人 当然有 谁啊 比如说跟马悠悠表演 我有跟他work过在Karnegi Hall 是一个星期的一个workshop 然后那时候有马悠悠 还有Leon Fleischer 还有Pamela Frank 那时候跟马悠悠 真的是太棒了 他人真的是so warm 然后他到的时候他就跟每个人握手 都不假 你没有当天问他说我们要不要合作一下 没有 我是有问他说 你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可是有问他说之后可不可以一起大家去吃饭 他就说哦我真的很想 可是why just dinner why not dinner and drinks 然后他就说 可是我等一下还需要去做访问 所以我今天没时间 可是希望以后 就后来在Boston 我在念外交硕士的时候 有去Boston Symphony 你听他的演奏会 然后之后就有到后台去找他 然后他都还完全记得 他记得你 对然后还记得 What about dinner and drink 对 是吗 对 他脾心你了 要跟他一起表演很难吗 因为他都是固定 会跟几个 一两个 所以他不能有新人介入他们 要看经纪人 要看经纪人 所以他还是有经纪人 所以你不能够私底下说 我们下次一起 play一下 没办法 只能用梦想 只能梦想 希望one day 所以你觉得政治跟艺术是没有冲突的 我觉得要蛮小心的 因为政治的话 有时候会有冲突 可是我觉得外交的话就比较不会 因为像比如说 我如果是去代表美国的话 那就不是去代表一个 政党 对 对 它只是代表这个国家和文化 用文化跟外交这样的合在一起真的是很棒的 反而是透过艺术可以有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所以你就是一直想要做这一块这样 所以你这次隔离有好好休息了 其实都还是很棒的 还是一直跳芭蕾 对 一直在家旋转的 因为老师太棒了 所以没办法缺课 如果缺一堂课我都会 都想要掉眼泪 你是在线上学是不是 那时候隔离的时候 那我可以听一些比较跟 就是凡人相关的 你的休闲活动吗 我觉得你现在听起来好像是一个 另一个世界的人 就是比较 就像我们普通人接近一点 比如说你喜欢追剧啊 或者是看漫画之类的 不然就很难邀请他去 做休闲活动啊 比如说我们一起去唱KTV 他说 Oh no 我要弹钢琴 可以说我很喜欢烤甜点 烤甜点 然后我特别爱吃甜点 真的需要谢谢我的包围老师 在台湾吃的这种分量 你真的是很可怕 台湾是东西很好吃吗 你觉得 太好吃了 而且我住靠近一个夜市 然后夜市的东西 这都是炸这个炸那个 然后都超好吃的 那边就是这个甜点 那个甜点 然后我通通都想吃 然后我本来就想说 我在台湾不知道会住多久 所以我就尽量吃 可是现在越来越久 还是一直吃 还是有点可怕 好我们今天要特别感谢 钢琴才女来 对 让我们觉得蓬碧深辉 我就觉得天哪 我以前应该好好学钢琴 我们今天终于文化外交了 真的 没有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 就是想要成为跨领域艺术家 或是说想要学钢琴 但中途很想要放弃的 小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建议 或是有什么话想要跟他们说 我会建议 一来一定需要 一直有很棒的导师 一直教你 然后一直inspire你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然后我也觉得 不能只是关在琴房 一直练琴 练琴是当然需要练的 可是世界很大 然后世界不是只是我们在练琴 跟只懂音乐 也需要去了解 怎么跟别的国家的人交流 就也表示 你对自己的国家 也要有passion 跟一点knowledge 说可以去跟别的国家的人分享 那如果有表演艺术家 也想要从事像你这样 比如说他也想要为国家 做一点什么事情 你有什么建议 他们可以去尝试 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走到像你现在这样子 我是觉得如果 可以先去了解 比较多的外交的历史 外交的比如说protocol 会很大的帮助 因为这个真的很重要 有时候是 even不会想到的时候 都会用得上 就是外交礼仪 哦呀 对 国际 我们有讲外交礼仪 一定要去听 对 对对对 那一集真的很棒 每一集都很棒 谢谢 我真的很喜欢 外交历史跟礼仪 我觉得 一个最基本的 如果说有音乐家 也想要去跨到 外交这部分 至少需要去 学到这些 然后对这个要有兴趣 然后超过这个的话 我觉得其实很多是 真的蛮多的 luck 因为有时候就是正好 你需要在对的地方 然后见到对的人 所以是我的梦想 真的come true了 所以我的偶像 Michelle Kwan的 的footsteps 所以我们很快地 希望有一天 也看到欣慕 他去哪里当大使 大使 拨人 或是一位钢琴家 钢琴大使 对对对 然后也希望有机会 台湾人也可以听到 你的表演 谢谢 然后我觉得你的小熊 不是不见 他只是自己去旅游了 因为他就是帮你 完成了很多 你的心愿 他就说我要走了 我要有自己的人生了 然后他就没 他现在可能在 别的地方旅游 对 他想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他先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好 那我们今天还是给大家一个江湖走跳锦囊 来 我们都会让来宾讲一个 江湖再走 江湖再走 对 所以江湖再走 对 接下来 你要 发音很标准 好 节目最后 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一个江湖走跳锦囊 江湖再走 台湾文化外交要加油 你的断电也是很奇怪 台湾文化外交 爱加油 要加油 感谢Pauline 我们再次的用音乐来陪伴大家听完这一期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可以找到我们其他好听的节目 如果你用的是Apple Podcast或Spotify 可以给我们五星评分加留言 我们都很爱看留言 真的很爱